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这期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上个礼拜 11号的时候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在台北捷运的新普站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电扶梯 看起好像上面的人 有点就是大家挤成一团 其实呢就是因为原本这三十几个人 他们都是站在这个手扶梯上面 要往上行的哦 但是呢葬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电扶梯突然就故障 他突然快速的往下滑 倒退路吗 对就直接倒退路 那当然这三十几个人 大家反应不及嘛 通通就是被滑下全部撞成一团 哎可是哦你知道吗 这个手扶梯哦 他印一个月 光是这个手扶梯的维修费用 北捷就必须支付厂商 每个月是三百一十七万元 一个单独一个就要三百多万吗 对非常的高 所以呢大家也在想啊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起事件呢 那当时这个恐怖的事发画面 现在也曝光了 台北捷运新普站11号发生电扶梯 异常状况 当时30多名旅客在上行中 结果电扶梯突然无预警急速下滑 造成全部人惨状成一团的意外 相关影片在14号被网友po上网 对此台北捷运发声明表示 对受影响的旅客深感抱歉 事发过后已经立即督导厂商要漏夜维修 也将持续关心慰问受伤的旅客 北捷解释电扶梯在7号完成了月保养 功能显示都正常 厂商漏夜追查异常原因 发现是因为刹车毁入异常 才没有立即刹车 北捷要求厂商要针对相同类型的电扶梯 展开清查 在没有查出原因之前 不可以贸然启用 其实这不是台北捷运第一次发生 手扶梯的意外 因为我们回顾过去 可能一些台北人应该会记得 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 是不是跨年夜的时候 对就是2005年的跨年夜 那个时候呢 就台北车站当然挤人很多人嘛 大家都去跨年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电扶梯那边居然是 还没有这个人潮管制 所以大家当然就是有手扶梯 我刚才就要赶快上去啊 结果后来 大家都争先恐后 对大家就争先恐后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手扶梯上面 塞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后来就是大家就在那边推挤啊 然后就有人跌倒 最后造成有五个女生受伤 而且其中还有两个女生 她们是头发 然后就被夹进了那个 电扶梯的那个隔板里面 感觉好烫哦 对有的人呢 是头皮受了撕裂伤 然后另外还有人 她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她的头部是缝了上百针 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对因为其实 包括我们常常看到就是 你如果裙子啊 穿太长 或者是鞋子 不吸血那种 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搭手扶梯 不要穿那种布袭鞋 就是怕会夹进去 很危险 对那这起事件呢 也造成了这个台北捷运 他们就改变了 这个对于手扶梯的规定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原本在1996年开始的时候呢 台北捷运一开始的宣传 就是说右侧站立 左侧通行 就是说你要站的人就站右边嘛 左侧你要走的话 你就走左边 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啦 对 不过其实台北捷运从2005年 发生那个跨年夜的事件之后 他就改变了 他就说 紧握扶手扣右站立 就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到2005年的时候 他还是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靠右站 对 尽量站在同一边的感觉 对 但是呢 其实现在台北捷运是 左右边都可以站哦 因为从2008年开始 他的宣传文就变成说 紧握扶手站稳踏街 对 就每次搭捷运的时候 只要一上手扶梯 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 对 会有那个声音 在我们的脑海中 紧握扶手站稳踏街 对 对 亚裔讲得蛮像的 所以呢 其实从2008年开始啊 台北捷运就已经宣传说 你不用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站右边 你其实左右边都可以站 但是你在手扶梯上面 你就是不要走 他就是希望你就是站好 站稳 然后不要动 不要移动 对 你赶时间的话 你就去爬楼梯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搭捷运 老实讲 我如果赶时间的话 你是不是还是会 对 赶一下然后去跑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 还是会看到很多人 就是会左侧 就是会冲上去这样子 对 然后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情况 是比如说有些人他站左侧 但是有些人是想要 从左侧通行的 他就会可能 就会说 你可以走开吗 对 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做这个事件 他其实也是发生在最近 就有一个网友 他就在网路上爆料 他就说他原本就是站左边 他就想说 可以左边可以站 那我朋友站右边 我就站左边 这样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聊天 结果就有一个赶时间的女网友 他就从后面要经过的时候 他就很没有礼貌 他就直接跟那个网友说 你知道左边不能站人吗 好凶喔 对就很凶 所以那个网友当然就呛瞎 就是说 左边现在早就可以站人了 结果那个女网友 他就没送啊 他就说 捷运明明就规定 左边只能用走的 不能用站的 你再这样的话 我要上网去爆料你 然后那个网友 当然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那他也很不喜欢 所以他就决定先上网爆料了 一名女网友在脸书 抱怨二公社发文 说她当时站在捷运 手扶梯左侧 结果突然听到后面 传来女子的斥责声说 喂 左边不能站人 她就转头看了一下 冷笑不讲话 转回来继续滑手机 见他没有反应 女路人愣了一下 才开口说 让我过一下 圆婆忍不住回问说 你不会说请吗 礼貌呢 结果对方却辩解说 你不知道捷运规定 左边不能站人吗 此时 在一旁的圆婆室友 见状帮腔说 小姐 捷运早就开放 左边可以站人了 对方则怒呛 你一点尝试都没有 还那么恶劣 再不让我过 一定爆料你 女子最后穿过右边 空的手扶梯阶梯 骂骂咧咧咧地走掉 让圆婆不仅摇头表示 这种公主病态度 让我只想对着您喷也 其实捷运手扶梯 到底应该站哪一边 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曾经有民众 担心大家都站右边 是否会导致设备损坏 应该要左右平衡一下 对此北杰曾经出来说明 一直以来都有定期的 检视机械原件的检修记录 北杰强调 以紧握扶手 站稳踏街 作为主题宣导垫幅梯安全 并没有限制 旅客垫幅梯的站立位置 或者是能不能行走 但是会持续呼吁旅客 使用垫幅梯时 发挥捷运里让文化 彼此尊重